大家好 炸小酥肉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那么怎么样让炸出来小酥肉又香又酥脆 切记不要乱调面糊乱加水 今天我就把炸小酥肉的好方法分享给大家 炸小酥肉我们首选五花肉 肥瘦相间吃起来不会塞牙 先把肉清洗干净把猪皮给它片下来 然后像我这样把肉片成大薄片 再将它改刀切成一厘米左右的细长条 看一下这样切出来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炸出来也不会发干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不用放油 准备少许的花椒倒入锅中 开小火慢慢地翻炒 炒出花椒的香味 花椒这样炒过以后它的香味充分地就释放出来了 一直炒到颜色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我们的牢骨董里面 把它捣成花椒碎 也不需要捣得太碎带一点颗粒感就可以 下面就开始腌肉 往切好的肉中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胡椒粉 花椒碎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来放 吃不了太麻的可以少放一点 再加入一些葱姜水去腥增香 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抓匀后先放一旁腌制20分钟 让肉条充分地入味 下面来调炸小酥肉的面糊 准备五大勺这个纯红薯淀粉 粉和肉的比例大约11比1 再准备四颗鸡蛋打入碗中 先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再少量多次地加入啤酒 很多朋友这个时候都是直接加水 炸小酥肉要想凉了不回软 千万不要加水 因为啤酒中的二氧化碳 可以在榨制过程中产生气泡 使炸出来的酥肉更加酥脆蓬松 口感也会更加松软 最后咱们把面糊调成 比较浓稠一点的酸奶状就可以了 这样才能更好裹在肉条上面 不会脱落 再往里面加入少许食用油 继续搅拌均匀 让油和糊充分融合在一起 加油能使炸出来的酥肉 更加的蓬松酥脆 再把调好的面糊倒进腌制好的肉里面 接着下手抓拌均匀 让每一根肉条都能均匀地裹上面糊 最后看一下抓拌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咱们可以拿一根起来不低粉 就证明合适 起锅烧热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有条件的也可以用菜籽油 先开大火把油温烧至五成热 大家可以拿一根小葱判断一下油温 刚下锅的葱帽小泡 就证明油温合适 然后把裹好粉的肉条一根一根地放入锅中 开中火慢慢地炸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您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您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 全部下锅后再用漏勺勤翻动一下 使其受热均匀 一直保持中火大约炸五到六分钟左右 把酥肉炸酥炸透 一直炸到酥肉表皮颜色金黄的时候就可以了 接着用漏勺先把它捞出来 再复炸一下 这样才能达到外焦里嫩的效果 然后把油温升高到七成热 把酥肉放入锅中复炸十五秒钟左右 一直炸到颜色金黄 外皮酥脆就可以了 接着捞出来放在漏勺里面控一控油 然后把它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这样炸出来的小酥肉吃起来外酥里嫩 咸香适口 无论是下酒还是当小零食都非常的不错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做来试一试吧